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 今天天气真的是超级的好 给大家录一期room tour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家的客厅厨房还有工作间 没有看过的宝宝呢 可以去补习一下 今天呢带你们来看一下我的卧室 因为我们这个楼是1930年代的 它整个的装修风格呢 就非常的古典 卧室呢也是有两扇非常漂亮的大窗子 我就超级的爱 我分成了两个功能区 一个是休息区 还有一个是化妆区 带你们依次来看一下 这边呢就是依依非常喜欢待的地方 因为在这边可以晒太阳 还可以看外面的风景 它这边是它会享受的 哇好暖和呀 含身都是热的 这个床是之前房东留下来的 真的很奇葩 因为它只有一米三五的宽度 但是呢我们两个人睡也刚好可以 也不算特别的紧 所以我就没有换床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我之前买过的床头柜 上面就放了一些灯啊音响啊还有香薰 然后下面呢就放了一些眼毛器啊眼罩啊之类的 这个四件套大家喜不喜欢 它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风格 小复古的感觉 跟我们整个房间的色调啊 还有风格都非常的搭 上面有放了一个小南瓜 它是可以放在背后当一个靠枕来用的 这块小毯子是我最近新入的 我真的超级的爱 它的风格就是比较的随性 然后呢它的做工非常的好 也很舒服 但还有个缺点就是不太耐脏 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床头柜吧 因为这是我上一个家留下来的一个小茶几 刚好呢就放在这边 我特别喜欢就是一个东西赋予它不同的功能 我觉得就很有趣 因为平时这边也不放太多东西 就充电的时候会放了手机 所以上面就放了一个鲜花 这个花真的是太喜欢了 不过已经放了有点久了 所以它有点点腰了 养猫的家庭真是太不容易了 找到又好看又没有毒的花 真的是很难 那看一下上面这边是我订了一个小小的衣称 这个呢就挂了一个小装饰 有的时候睡觉之前呢会把衣服挂在上面 就很方便 这边呢是小依依的床 她真的是每天晚上都在这里睡觉 然后每天看着她 还有这一堆小公仔就特别的开心 这个桌子是之前房东留下来的 就非常的古典 之前呢是放在工作间那边 然后把它搬到这边了 刚好可以放电视 不过我们俩不经常看电视 所以我就摆了一堆娃娃在这边 这两个是我最近去比试你买的 是不是超可爱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伙伴送给我的 虎年的公仔 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帽子是可以去下来的 不过我戴上的话就有点点奇怪 太小了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是可以戴的 是不是还挺萌的 嘻嘻 这边就是我的穿衣镜 还有我试衣服的地方 我有一些衣服就是穿了一次 但是还没有必要洗 就挂在了这边 然后这个镜子呢 整体我是非常喜欢的 它的风格跟我们现在这个家非常的搭 然后呢颜色我也非常的满意 但是它唯一不太好 就是它的高度稍微有一点点矮 因为我们家层高很高嘛 显得它那稍微有一点点小 但是它整体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不过做工稍微有一点点小了 假此也瑕不掩瑜吧 然后再看这边 这是两个架子 当成了一个梳妆台来用 这边呢就放了一些镜子啊 还有化妆刷啊 还有香水什么的 然后稍微贴了点装饰化 这边呢我就放了一些我的化妆品 还有首饰盒 这两个架子我都非常的满意 特别是这个文件架 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好收纳 我几乎所有彩妆都已经放进去了 那这边呢是放了一个首饰架 我也很喜欢 它也是跟整个的色调很统一 第二层就稍微放了一些首饰 第三层就放了一些公仔什么的 然后这里面就收到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还没有收拾就不给大家看了 我忘了我这边还漏掉了一个小角落 这个是公共睡觉的地方 一一从来不在这里面睡 一一只在刚才那个地方睡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们俩就一个在我们左边 一个在我们右边 左膀右臂包围着我们 超级的安心的 OK啦那我们家的卧室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还蛮简单的 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提供一些小灵感 或者是种到草呢 下期打算玩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录一个现在很火的一镜到底 就是把整个家一个镜头录下来 完全不剪辑的那种 你们期待吗 如果期待的话弹幕上扣过一 那我们继续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